打开电瓶开关 插入钥匙并通电 启动车辆打气 气压打至0.6兆帕以上 熄火 钥匙通电 按下取力器开关 指示灯亮红灯 启动车辆 打开控制电源 检查工况开关 应在停机位置 打开逆变器 打开后机柜盖子 对照导热油循环表 检查导热油阀门状态 如表所示 建议导热油阀门 至于全循环加热状态 将手自动开关 拨到手动位置 开热油泵 缓慢调整泵速 压力下限 灯灭 连锁 灯亮 导热油压力调整到0.1到0.4兆帕之间 检查 检查导热油及沥清温控表参数设置 按下燃烧器开 按钮 参照沥清对应的喷洒温度表 如表所示 沥清加热油压力调整至大循环状态 如表所示 打开1号阀门 打开3号阀门 打开4号阀门 启动 沥清泵 缓慢调整泵速至100到150转每分钟之间 沥清循环5到10分钟后 缓慢调低沥清泵速 关闭沥清泵 将手自动开关拨到自动位置 盖上机柜盖子 打开总气阀 检查气路减压阀 气压应在0.6兆帕 取下挂钩 将喷洒管升到最高 取下吊环 将喷洒管降到最低线位 拔掉固定销 拔掉固定销 展开喷洒管 展开喷洒管 通过左右摆调整喷洒管位置 靠路沿选拔好挡好挡油板 设置宽度密度并确认对应宽度的喷嘴指示灯亮起 将工况开关拔到预喷洒管位置 踩下油门 将发动机转速保持在1200转每分钟 观察推荐动机转速保持在5转每分钟以内 将工况开关拨到喷洒位置 松开油门 根据电脑提示的档位挂档起步 系统检测到车速时喷嘴自动打开 洒布过程 洒布结束时 先将工况开关拨到预喷洒位置 喷嘴指示灯熄灭后 再拨到停机位置 喷洒结束后 打开吹扫总气阀 关闭一号阀门 打开后机柜盖子 打开后机柜盖子 将手自动开关拨到手动位置 启动力轻泵 缓慢调整泵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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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打开部分或全部喷嘴 打开手动吹扫 启动力轻泵 打开吹扫 关闭吹扫 将泵速调至最低 关闭沥清泵 关闭手动吹扫 盖上后盖并锁住 拔开吹扫 拔掉挡油板 收拢喷扫管 插好固定销 将喷扫管 升至最高 挂好吹扫管 将喷扫管 降至最低 锁紧喷扫管 关闭推扫总气阀 关闭总气阀 关闭逆变器 关闭控制电源 关闭取力器 熄火 关闭取得